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上节课已经学到了我们这个运算符中的复制运算符 那这节课接着来往下学 学习一下我们运算符中的比较运算符 那说到比较运算符呢 它的结果要么为真要么为假 那来看一下我们常用的比较运算符有哪些 首先比较运算符中像大于号 大于等于小于小于等于 这些呢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之前在学数学的时候呢 也应该用过这些 那接着看到还有两个等于等于 这还有一个不等于 还有一个这种形式的不等于 它们两个是一样的 包括三个等号以及不全等于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有就这一块呢 大家可能没有用过 那接着我们也是拿一个例子 来带着大家看一下 这个比较运算符我们如何来使用 好 首先呢我们在这来写一个 比较运算符的例子 接着先来简单试验一下 我就直接来打印了 挖dump一下 形成一个三大于一 这比较简单 包括写一个三小于一 三大于等于一 三小于等于一 那现在结果呢 只能为真或者假 那三大于一为真 不用说 小于一为假 真假真假 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来运行一下 你看到 真假真假 那接着在这里边 还有两个比较特殊的 一个是等号等号 还有一个是不等号 那其实不等号呢 和两个等号就好是取反的关系 包括还有一个三个等号 和不全等 这叫等 这叫全等 那首先呢 两个等号和三个等号的区别 就是两个等号 值比较 值是否相同 值比较 左右两个表达式的值是否相同 而全等呢要求的是 值和类型 都要相同 才为真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接着我们可以来做一个例子 挖dump一下 写成一个 1等于等于 1 这肯定是为真的 那再写一个 1等于等于 1 整形的1和字幅串的1 它也为真 因为这两个值 值比较这两个表达式的值 同样的我再来写一个 1等于等于 处 也为真 你会看到三个处 来看到处 处和处 这样的一个效果 三个处 它值比较这个值是否相同 那同样的两个等号会了 那不等号是一样的 正好和它取反 再来写一个 挖dump一下 1不等于 0 那这是一个假 1不等于 false 这也是 这是真 那接着你来看一下 这种不等号 和这种形式是一样的 应该是 一真 一假 一真 1不等于false 也为真 这叫不等于 也为真 两个都是真 这是两个等号 值比较值是否相同 那接着再看一下 三个等号 三个等号要比较什么呢 要比较值和类型都要相同 才为处 那这时候呢 我就可以这样来写 写成一个 whatdump 1 全等于1 这两个肯定是一模一样的 那现在值为真 那你写成一个1 全等于自负串的1 你来看 结果就不一样了 应该是 一真 一假 那首先呢 它俩的值相同 但类型一样吗 不一样 这是整形的 这是我们的 自负串 类型 所以说你看到 一真 一假 三个等号叫做全等 同样的不全等 那就这就对了 不全等于 出 这结果应该为真 你看到 真 没问题 这是比较运算浮重 我们常用到的 那什么时候选择两个等号 什么时候选择三个等号 可能同学就不知道了 对吧 那我在这呢 我再做一个简单的例子 那首先呢 我们写一个自负串 $st 等于一个 mysedu mys学 对吧 那现在我想查找一下 这个自负串中 是否有m 是否有a吧 对吧 那这时候呢 会用到这样一个函数 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str pos 这个函数 查找 一个自负串中 是否存在 另一个自负串 如果存在 如果找到了 返回 这个自负串 第一次出现的位置 如果没找到 返回foss 那首先呢 第一个参数 在这个自负串中 搜索另外一个自负串 第一个是在哪个自负串中 来搜索 第二个 你告诉我搜索什么内容 那同样的 还有一个偏移量 dollars offset 如果找到了的话 那首先呢 返回的是位置 如果没找到的话 返回的是foss 记住 找到的话 是第一次出现的位置 那我们现在来应用一下 str pos 在这个str中搜索谁呢 搜索这个a是否出现过 那如果出现呢 返回它的位置 来看一下 0 1 你看到 1出现了 证明 找到了 那再往下 假如这再来一个a 你看到 返回的还是1 因为是第一次出现的位置 没问题 那接着我们再写一个 echo一个strpos 我找一下谁呢 找一下zi 那现在你看到 当你写这样一个字符串的时候 它是一个整体 而我们的这个字符串中 真正的也存在这个zi 所以说代表找到了 应该是0 1 2 3 当做整体来看 应该出现一个3 那现在我再写成一个 写成一个zd 那你不要说 这有c 这有d 那接着呢 应该出现了 不对 这是一个整体 那现在呢 你会看到 找不到的一个效果 什么也没有 那如何验证什么也没有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来写 写成一个a 逗号 再写成一个b 你看到 这叫没有 什么也没有 还需要注意 这个函数在查找的时候 是忽略大要写的去查找 echo一个 str pos 写成一个 dollast 查找谁呢 查找 大a 那你看到这个字符串中是没有大a的 所以说 现在应该返回的 还是 没找到 是一个false 你看到 ab之间 还是什么也没有 对 没找到 是忽略大要写的去查找 那现在有了它之后 那这时候你来看 只有找不到的时候返回foss 如果找到了呢 我就代表说存在 现在呢 我就知道 可以用一下我们之前写过的这种 if else的形式 写成一个str pos 在这个字符串中 我要搜索谁呢 我要搜索一个a 是否出现过 那如果出现了 返回的是一个位置 那如果不返回foss呢 此时呢 它应该就走 表达式 为真的代码段 那现在呢 我就echo一个找到了 else呢 echo一个没找到 那首先你看到 这个字符串中是有a的 是不是应该出现一个找到了 来一个heather 应该出现一个找到了 我们来看 没问题 确实也有这个a 那接着你再看 我说不找a了 我找谁呢 我找m 那此时呢 你来看一下 m存在吗 存在 那它返回的位置 第一次出现的位置 是几啊 0 而0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 是不是应该转化成 布尔类型的foss呀 所以说应该出现一个 没找到 那真正的0此时 应该认为是foss吗 不应该吧 所以说应该写成 一个如果不等于foss的话 这代表三个等号 要求值和类型完全相同 才代表没找到 要不就应该是找到了 因为这个函数返回值 如果没找到 返回的才是foss 只要找到了 它永远返回不了foss 所以说此时的0 你不能认为是一个foss 不能让它和它相等 应该是全等 你来看 这时候叫做找到了 如果这种逆向思维想不通 我们还可以这样来写 只要找不到 if str pos 找不到的时候 出现的是什么呀 出现的是foss 只要等于等于 全等于foss的情况下 应该是没找到 此时你就不能用两个等号 为什么呢 因为0等于等于foss 值比较值是不可以的 else应该就是找到了 加个碳号区分一下 好 这时候你再来运行 效果是一样的 只要等于foss 证明没找到 那接着你找个大M 这叫做没找到 因为函数返回值是foss foss全等于foss 在这呢 也是带大家来看一下 什么时候选用两个等号 什么时候选用三个等号 需要来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好 那这节课呢 主要学到了我们这个比较运算符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个两个等号 和三个等号的区别 记住就可以 并且呢 把这个函数来应用一下 留一个小作业 我们注册的时候经常会 让我们来填写邮箱 那现在想验证一个邮箱的合法性呢 我们是不是简单的验证 可以来出现at 对吧 假如说给你个字符串 看一下这个字符串 是否是一个合法的邮箱 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是否出现过这个at字符 那现在呢 如果出现了 你代表合法的 如果没出现 代表不合法 验证邮箱的合法性 简单验证邮箱的合法性 那以后呢 我们还会通过正则 来详细的验证这个邮箱的 一个合法性 主要是让你应用一下 这个strpos 如果合法出现一个合法邮箱 应该输出 合法邮箱 这样的形式 else呢 就是非法邮箱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